人走了 放心了吧 他们回去报告世子 世子一到 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 陆先生稍安勿躁 万安寺就是个好据处 咱们可以把每人 暂且藏在那 等过两天风头一过 再接回来不迟 好主意啊 那宝塔是监禁六大门派 高手的地方 别人不会怀疑 世子的爱妾藏在那 想明白了吧 此刻院中没人 置不宜迟 赶快走 我 我明白 为人为道理 送佛送上天 我苦偷偷为你 做一回护花使者 好 走 陆先生 苦师傅 我和苦大师上去看看 请吧 不必跟来 是 郡主 参见郡主 完了 地下完了 沉住 沉住 见过郡主 苦大师 我正在找你呢 等等陪我去个地方 好不容易把陆战狂骗来高塔 只在下手夺解药便大功告成 哪知道这丫头却在这个时候叫我 要不着什么建立不去呢 苦大师啊 你手里抱着什么呀 陆先生 苦大师手里抱着这波谷是什么 是苦大师的铺盖 铺盖 苦大师 你抱着铺盖干什么 怎么 难不成你要卷铺该不干了 是这样的 今天呢 民教的人来闹事 属下怕他们 也许今天晚上有行动了 在下和苦大师商量之后呢 决定搬到塔里来住 以免误了郡主的大事 这就是 这就是苦大师的铺盖 太好了 我原本就想你来这边帮我镇守 只是觉得劳动大驾不好意思开口 没想到你们也愿意为我分忧 那实在好不过了 有你们在这边镇守啊 就算民教的人敢来 也绝技逃不了好 苦大师 你把铺盖交给陆先生 你跟我走 嗯 怎么 舍不得这铺盖呀 走吧 那我在塔上等你啊 嗯 小美人儿 你在这里不会有事儿的 我会好好待你 啊 不行 现在 我还不能给你解开穴道 万一 你要声张出去 就坏事儿了 啊 小美人儿 等我办完事 我再来好好陪你 啊 此事要苦头驼手中秘密 非得要卖给他一个人情不可 看来 我只得先放了苦头驼的 老青龙和女儿 嗯 恰好魔教的教主和信周的丫头闹过一闹 我只需要把责任推给张无忌 说是 他将灭绝老黎和周指若救走 对 这样 郡主就不能怪罪我失职 他怎么会知道教主的落脚处 瞧他的神情不像是去挑衅 白天 在万安寺中 他和教主相见的情景 哪里是哪个生死对立的冤家 莫非郡主对我教主 暗中已生情义 他为什么要我跟去 却不叫他更亲信的玄秉二皇 哦 原来因为我是哑巴 不会泄入他的秘密 他才找我护驾 你像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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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主也真神通广大 这么快就查到了教主驻足的所在 您好 二位客官是要住店哪 哦 不是 是找人 找一位姓曾的公子 姓曾的公子 教曾阿牛 哦 住天字坊 麻烦你通报一下 说一位姓赵的姑娘找他 好嘞 公子 小心点 我会小心的 别忘了 幸运之神一直很眷顾我 我走了 楚院长 在 带你的人随我去万安寺 可是教主 我没说去救人 我只是去万安寺 这个不违背教主的意思 是 哎 哎 客官 有位姓赵的姑娘找您 这个赵姑娘真够厉害 竟能查出教主住在这儿 哎 客官 我这就去 哎 公子 你不是要穿成这个样子 去见赵姑娘吧 我只带一个人来找你 你却摆出这么大的阵声 怎么 怕我算计你啊 不好 定是赵明识破了范佑舍的身份 为此来跟我领论 喂 你在想什么 赵姑娘突然来找我 我一时之间难以 别说那么多了 这里不是谈话之处 换个地方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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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老门 是 你 还有你 给我走 有什么事找我 不要为难我师父 果然是母女怜心呢 你 你说什么 走 去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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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我们师徒怎么样 你吃雅药了 怎么不说话 这老贼女出口太冲了 哼 我来吓她一下 我们家主人说了 如此倔强 又不肯合作 留着也没用 命我来送你归天 好啊 不用你动手 拿到来 我自清了断 你还真抱了必死之心呢 拿刀去啊 捡我军是吧 好 我要不把刀拿来 就让你笑话了 等着 来 师父 我们身为囚犯 何必要 你知道为师的性格 念死不惧 只若 我们师徒一场 好 有句话 我要问你 师父您问 你是不是喜欢张无忌 我 在光明顶我就看出来 你喜欢他 没有师父 你说的是真话 是真话 是真话 好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 那你就应该对天起誓 起誓 对 起誓 我们和魔教是死对的 在我的一天见下 不知杀了多少 魔教的妖魔鬼怪 魔教对我们恨之入骨 张无忌是魔教的教主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 那就应该对天起誓 否则 你就离开峨眉派 师父 您不要赶我走 你要是峨眉人 就跪下 发个重事 说呀 弟子不知道该怎么说 好 你听着 你就说 我周芷若 对天起誓 没有 如若日后 被张无忌心存爱心 或者是和他结为夫妇 我的父母 在九泉之下 不得安稳 我的师父灭绝师太 将变成厉鬼 让我一生 日夜不得安宁 我若和张无忌生下子母 男的 代代为奴 说呀 弟子说 弟子说 我周芷若对天启示 如果我对张无忌心存爱慕 会与他结为夫妇 我的父母在九泉之下不得安稳 我的师父也会化为厉鬼 日夜与我纠缠 我如何找无忌生下子女 男的代代为奴 女的世事为常